139 澳門日報 北斗雙星一戰發射成功 2015年7月27日邀文A08北京時間7月25日20時29分 中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3號月遠征1號運載火箭成功將兩火新一代北斗導航衛星發射升空 經過約3.5小時飛行後 遠征1號上面級將兩火衛星準拓送入預定軌道 此次發射完滿成功 將為北斗全球早網承擔託方氏名 本部綜合報導 新華社中通社中央社 此次發射的兩火衛星 均為地球中原軌道衛星 也是中國發射的第18、19火北斗導航衛星 衛星入軌後 將與先期發射的第17火北斗導航衛星共同開展新型導航信號 星間鏈路等試驗驗證工作 並適時入網提供服務 為全球早網電基礎據北斗導航衛星系統總設計師謝均介紹 作為北斗系統全球早網的主要衛星 新發射的北斗商星將為中國建成全球導航衛星系統開展全面驗證 為後續的全球早網衛星點定基礎 謝均說 這對商星首先要承擔的是在軌驗證 全球衛星導航系統總體方案與技術體制 那信號格式來說 這次採用的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全新信號格式 導航信號數據在區域早網導航衛星的基礎上擴展了一倍幻多 這意味著同樣的時間內 導航衛星可發送更多的訊號 更好更快地滿足用戶需求 國產部件等待檢驗據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介紹 新發射的北斗商星 集中國造號畫配置於一身 包括高精度星在原子中 星間精密測距和通訊 星座自主運行等衛星在學關鍵技術 連H技術和國產化器部件等待檢驗 遠征一號上面級被稱為太空擺盜車 它時在運載火箭想增加的一級獨立飛行器 進入太空後可將一個或多個航天氣送入不同軌道 採用這種運載方式 可以大量折省航天氣自新燃料消耗 特別是在執行中高軌航天氣發射任務時 經濟效益十分顯著 今年3月30日 遠征一號首次投入使用 成功將中國首火新一代北斗導航衛星送入預定軌道 今天的任務是遠征一號第二次飛行 也是它首次執行運送雙星入軌任務 前兩部戰略已實現此次發射的衛星和運載火箭 分別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所述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 和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研制 這是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第206次飛行 中國北斗導航衛星系統建設實施三步走戰略 第一步 在2000年建成北斗試驗導航衛星系統 第二步 在2012年建成區域導航系統 第三步 在2020年左右 建成由五火靜止軌道衛星和三十火非靜止軌道 衛星組成的覆蓋全球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目前 前兩步已實現 中國成為繼美 我之後世界上第三個擁有自主衛星導航定位系統的國家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